加疫苗令北京民心尽失,各地惊陷推翻共产党。 看中国2018年7月25日讯,看中国记者端木山综合报道,大陆官方最新消息称,刑事拘留了长生生物董事长高某方等15名涉案人员。 然而,此举并不足以平民愤,这起假疫苗事件已经让大陆各地家长忍无可忍,对国家失望偷顶。 假疫苗事故频报。民众质疑政府不作为。 长生生物假疫苗丑闻曝光后,北京当局接连发出重要批示,表示要一查到底,严肃稳责,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。 24日,长春市公安局长春新区分局微信公众号消息称,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高某方等15名涉案人员因涉嫌刑事犯罪,被长春新区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。 然而,对于官方态度,大陆民众似乎并不看好。 10年前国家药监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孙贤泽,曾因三路毒奶粉事件受到处分,然而摇身一变,孙贤泽竟成了中国药品监管的最高头衔拥有者。 还有网民翻出过去几年大陆发生的多起疫苗丑闻事件,当时官方亦曾做出类似表态,然而假疫苗仍屡禁不止。 2016年3月份,山东爆出非法经营疫苗案件时,北京当局就曾表示,彻查问题疫苗的流向和使用情况,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,绝不姑息。 网民令姑在社交平台发表的文章说,严犹在耳,腰雾重来。 看起来是荒诞,其实是一种常态。 历史无数词证明,即使是一条笔直的路,总有人能走成一个八字。 不过该文发出不久,就被删除。 而根据BBC消息,2010年3月,山西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的消息被媒体曝光后,当局更是逼得调查报道的记者被迫辞职,签发报道的报社领导被贬去其他单位。 大陆家长忍无可忍,各地惊献推翻共产党。 纽约时报报道说,在发生一系列食品和药品掺杂食甲的丑闻后,许多家长称他们已经忍无可忍。 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,祖国连未来的安全都不能保证,何来未来? 报道引述现年37岁,在中国东部从事市场营销的阔小林,因,说,她一岁的女儿打过长春账升生产的疫苗。 不会再买国产疫苗,因为她不相信政府官员能把这个行业清理干净。 我们不知道我们能相信谁,霍女士表示,我们作为中国人是应该对中国有信心,但一而再的伤害,让我们对国产已失去信心。 据多维新闻消息,7月24日,山东资博有许多民众聚集在市政府门口进行示威。 据悉,长春长生公司生产的不合格百百百破疫苗有25万余支流入山东,涉及21万余名儿童。 新浪微博上,截至周一晚,有关假疫苗丑闻的话题已经获得了数千万的浏览量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,对国家失望偷顶,有假货,我们可以原谅,但是假疫苗我没有办法原谅。 那么多的检测部门,从车间到小孩的身体,疫苗得经过5-6个部门的检测,居然还能进去小孩的身体。 这群垃圾,没有一个有职业道德,有责任心的。 如果你们伤害了我们的孩子,我们就要你们偿命,我希望他们不要再让人民彻底失望了。 并据美国之音消息,近日,北京、南京、杭州、上海等地的儿童医院里都出现了写有推翻共产党的标语,不同地方标语的措辞略有不同,但都围绕着和民生密切相关的主题。 标语大致内容是,毒奶粉,加疫苗,天价医疗压弯腰,毒空气,毒食品,百姓生病累汪汪,毒制度,毒政权,推翻中共燕阳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